旗美店则是外传了9月份本业小赚 外资也推过 旗美店这一季有机会达到损益两平 昨天三大法人也加码了旗美店持股8477张 旗美店的股价也跟进友达亮灯涨停 至于南韩的LGD 昨天也大涨了4.81% 股价是创下10月2号以来的新高 基本面试矿回温 接地16号台韩面板族群同步大涨 友达挟着iPad mini供货放量题材 股价亮红灯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2.25万张 外传旗美店9月本业小赚 外资预估本季有望达到损益两平 股价跟进亮灯 三大法人也加码8477张 南韩LGD也大涨4.81% 股价创下10月2号以来新高 友达ADIR收盘更大涨超过9% This Research大中华区副总裁谢奇艺分析 面板产业已经走出先前严重 功过于求的谷底 目前正加速复苏 从面板尺寸来看 电视面板平均尺寸 从2010年的33.2寸增加到36.1寸 增幅达到9% 手机显示面板也快速放大 今年平均尺寸拉升到3寸以上 平均增幅高达38% 面板尺寸放大有助于去化面板产能 此外广视角、高解析度和触控功能 都提升了面板的附加价值 根据Visview调查伴随第三季 大陆十一与中秋节铺获力道 将9月份的一斤电视面板出货 推上历史高峰 全球电视面板出货较上个月增加了2.8% 出货总量来到2122万片 平板电脑方面 iPad mini面板已经出货 另外iPad面板也较上个月增加 加上亚马逊、邦诺、微软、Google等厂商 持续为欧美促销旺季做准备 支撑整体平板便脑、面板出货量 跃增15.5% 达到1423万片 成长力道强劲 外资圈也开始翻多 原本悲观的里昂证券 将友达奇美店投资平等 都由卖出调升到买进 目标价分别调升到14.4与15.2元 日商道和证券也看好明年 友达来自索尼的电视面板订单 将从今年不到100万片 上看600万片 同样将友达的目标价由13元 略微调升到13.2元 美临证券科技产业分析师 承祥评估 友达第三季盈益率 渴望从第二季负11% 缩小到负7% 尽管第三季财报 必须要提列66亿元的败诉费用 导致亏损金额扩大到143亿元 但是从基本面来看 友达确实出现部分激励人心的迹象 东产新闻综合报道 这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